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佛生源黄酸和传佛生酸等化合物 应用于纺织品上来形成 然而传佛化合物有两个重大缺点 首先 这种化合物不可生物讲解 事实上 研究显示传佛化合物可以在生物体内累积 而且对海洋生物有害 其次 传佛化合物亦被视为对人类有致癌风险 这些严重的问题令多个国家 在制造持久疏水纺织品中 禁止使用传佛化合物材料 本项目利用不含传佛化合物再生纤维素材料 开发新型疏水表面处理材料 提供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再生纤维素材料 经由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研发的水热处理方法中获得 透过将棉和聚织运纺中的棉分解为纤维素粉末 有效地将聚织纤维从运纺织物中分离 并且保持完整 再生纤维素粉末经两个化学处理步骤 就可转化为高价值的持久疏水表面处理剂 首先通过七枚 Tempo 催化氧化和接脂反应 改良再生纤维素粉末的疏水性能 加强拒水效果 第二步是加入功能性添加剂 提高植物的耐洗性能 最后用浸泽控肝固法 或者浸涂方法将表面处理溶液 涂抹在布料上面 所达到的疏水性能 可以比美现有的市场产品 这个项目显示 使用天然再生材料 透过不含存忽化合物过程 可以达至疏水效果 项目开发出一个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向循环经济买出一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